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他们都是人 我也是人 这些病人也是人 他们只是得了病 总会有好的一天 你经历了这一次疫情之后 觉得自己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我还能 这么撩皮的一面 感觉自己 突然有一天 就是不怕死的那种 她叫洪金龙 今年25岁 前几天我们在微博上 看到她女朋友讲述 她在一线酒店隔离点做志愿者的故事 前几天的时候 您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吗 然后在一家酒店的这种集中 隔离点做了志愿工作 那个具体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这个酒店我是从 2月6号开始做起的 第一天就是离华米露这边 汉井的隔离点第一天是 来了50多位确诊的患者 就是我看到的就是 有很多六七十的奶奶 已经走不动路了 然后还有是推着轮椅过来的 那像是这一些病人 是由谁送过来呢 这些病人都是由各个 各街道给送过来的 然后他们也是都配有 那个专门运送病人的车辆 那他们是在医院已经确诊的 然后在 对 然后我们当时隔离点 就拍了两个医生 三名护士 那个时候刚开始第一天嘛 然后安排的人数不足 病人都想进去 就是 拿一个人就寄一个人 然后再放进去 然后拿房卡 然后上楼 红金龙是车站街道办事处的 一名工作人员 武汉封城后 他加入朋友的志愿者车队 接送医护 接运物资 2月6号开始 被单位安排在 离黄坡路酒店隔离点工作 照顾病人一日三餐 协助管理病人 有一个差不多七十岁的 然后就是拜司机 从轮椅上推下来的 然后当时我们的隔离点 说的说只受确诊的病人 但是不受重症的 但是医生好像评判这个 说是重症 然后说需要转到医院 隔离点受不了 就是司机说送了15家隔离点的 隔离点都不收 说这是重症 受不了只能去医院 那当时医院的床位很紧张 就所以没办法 就是也不想就是 就也看着爷爷他们 心酸嘛 然后就是直接说把这位爷爷收下来了 然后当天晚上开始联系医院 然后联系完了以后 第二天爷爷就被送走了 因为我们这边属于说一个隔离点 隔离点其实是没有药物治疗的 也没有专业的设备 因为酒店嘛 他没有专业的设备 就要设备也加不起来 你送过来的话 我们还是得联系医院 然后要医院 腾出床外把他们接走嘛 因为我们这边是真的是没有设备 也不可能看着这些人 就知道我们眼皮的底下就是 是有些呼吸困难的 哦这因为我看过一个呼吸困难的 真的就是那种 随时要倒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拿个手指头 然后搓他一下 他就可以倒下去的那种 彭吉隆女朋友说 他现在照顾确诊的病人 被感染的风险很大 有时候凌晨有病人送进来 也要起来接管 不分昼夜 很心疼他 他让女朋友不要担心 说自己有吃的有喝的 还问女朋友吃得够不够 前几天有人要采访他 他总说没时间 说自己发一条微信 别人就会晚一分钟吃上饭 之前我们招吃的是154人 这个是我们这个给地点收持最大限制的人 每天就是第一天的时候 一个人差不多就是12个小时 然后甚至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18个小时 20个小时 在4个小时起来继续工作 那种状态的话 持续了个差不多一个星期 现在已经好了 现在该接走的都已经接走了 他们是怎么样来评判这个病人的程度 应该要转去方舱 还是要转去医院 还是要把他们转回回家隔离 就是这是怎么来判断 是由谁来判断的呢 这些都是由医生来判断的 每天都会去查房 问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 如果说出现呼吸困难 或者说是咳浓潭 呼吸困难 然后呼吸不上来的 我们会第一时间把他去联系 为救委 然后为救委会去把他们 就转到究竟的医院里面去治疗 就是以你对你自己的这个隔离点里面的病人的了解 还有他的环境和设施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好多时候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些隔离点的环境 就是条件不是特别好 就我这个区域的话 有三个隔离点 然后其他两个隔离点我不清楚 我就知道我这一个隔离点 因为其他两个隔离点我都没去过 我们这个隔离点有两名保家 已经每天会去把他们的垃圾给收走 房间设施的话都是跟武汉市的其他的那种连锁脚垫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房间都有厕所 除了每一个房间里面没有被子以外 因为被子是要 当时我们也通知了这些病人 说过来他要自己带被子 然后他们也带了被子 那一个星期有感觉哪一天是最难熬的吗 你会感到疲惫吗 我 我感觉每天都难熬 每天看到他一患着我就难受 每天都难熬 每天 昨天洪金龙给我们发信息说 他所在的隔离点送走了最后一批确诊的病人 现在都是疑似病人 为什么你当时愿意留下来在这一个隔离点然后去照顾这些病人 留下来吗因为我觉得我还年轻吧 有能力吗也有年轻人吗应该抵抗力都好一些吗 就总不能让一些四五十岁的人过来做嘛 他们抵抗力都差一些 就像我年轻才二十多岁 说怕也怕 说不怕也不怕 既然做了这个事情就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嘛 因为他们都是人 我也是人 这些病人也是人 他们只是得了病 总会有好的一天 所以说我也不是那么怕 我很想知道你住的这个地方很冷吗 因为我看到你一直穿着羽绒服 没有啊 因为现在 喂 这视频嘛 肯定要穿衣服嘛 不可能 帮着帮着 是吧 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 已经只带了一件羽绒服 我就只有两件羽绒服 但没有别的衣服 那你自己用的这些东西都还够吗 家人可以给你送过来吗 或者你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啊 我整个就这两件羽绒服 一直穿到疫情结束吧 现在洪金龙白天做车队志愿者 晚上在集中隔离点照顾病人 他原本打算年后申请离职 和女朋友一起开店做生意 也计划端午上门去见女朋友的家人 但都推迟了 他女朋友说 愿意的 我们看到你有一张照片 然后是穿着防护服 在你女朋友家里的那个窗外 在比心 他 那 他要我做的 本来 要的 他要我 必须没办法 比较 在桥那边 比较个心 那你虽然是他要求做 但你什么心情呀 很甜蜜嘛 感觉 我在乎他 他也很在乎我 好 初跑